以前的習近平反腐常用兩個詞語 就是拍蒼蠅和打老虎 很多人說習近平只敢拍蒼蠅不敢打老虎 但是習近平你看蒼蠅也拍老虎也打 但重點他的反腐主要是清洗意義 清洗不屬於他自己的那些派系 但是腐敗真的是他們反對的嗎 你仔細觀察中國你發現不是 他們其實並不是真的反對腐敗 無論是權色交易權錢交易 其實他們都不是真正反對 相反他們把權色交易權錢交易 把腐敗當成獎勵自己派系的一種法 這是自己人的一種獎賞 但是別人幹那是不行的 比如說假如真的他們想要反對腐敗 反腐敗那為什麼不公開官員的財產 比如說如果他們真的要反腐敗 為什麼不能允許新聞媒體 參與到腐敗的報道和調查 所以通過這些你可以看到 共產黨也好習近平也好 並不是真的反腐敗 反腐敗只是他手中的一個武器 用來威懾跟清楚意義的一種手段而已 所以呢你為什麼更高的人 你比如說更重要的人物 他沒事為什麼某些人有事 某些人沒事 這個其實很可能解釋 中國的反腐敗是怎麼回事 來吧 來吧 來吧